欢迎收看老天王球 是的,今天要来介绍肯尼斯的BLACKX PRO BLACKX的主要科技是这个AKA System Anti-Torque Kinetic Adjustment System 简单来说就是飞天气急球 不扭曲不变形不翻拍稳定系统 BLACKX PRO的重量为305克 拍面从原本的100平方英寸降到97平方英寸 现床16-19 拍框厚度降到19.5mm 硬度有原本的58升到61 平衡32公分 我把它归类为控制系防御性球牌 就让老田和佩晓婷来为大家示范这一把控制系防御性球牌 我之所以会叫它控制系 因为它的球牌拍面是97平方英寸 拍框厚度19.5mm 传统型 称之为防御性球牌 主要是因为硬度只有61 65以下硬度的球牌 我都会叫它防御性球牌 高于65的我会叫它攻击性球牌 高过70的我就会叫它强攻性球牌 防御型球员通常有卓越的底线能力 强悍的心理素质 可以多拍来回左右 没有调度 你可以试试这把球牌 它的解极效率 不会让你死亡 如果你的属性是属于攻击型球员的打法 如果你手上有这支牌 你会打得很辛苦 打得很没有成就感 你会捶不出速度 你会觉得球在拍面上停留时间太久 没有办法一枪毙命 你会打得很痛苦 球在空中飘的时间超久 落地后球的质量出不来 感觉力量都被球牌吸掉了 为了打到更高的球速 你会过度用力 导致疲劳很快出现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把球牌 它是属于控制系防御性球牌 所以不要用攻击性的打法来对待这支球牌 练好发球 耐心扎实练好底线的正拍反拍能力 然后再解极下功夫 才可以把这把球牌的特性充分发挥出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 这把牌让我有个感想 它可以抵挡强攻型球员的攻击 强攻的球速会被球牌吸掉 完全吸收掉 返回攻击者的球 球速是均匀的 没有质量的 造成攻击者 每一球都要自主发力 自行发力 完全借不到任何力量 最后累死自己 这把控制系防御性球牌 完整 克制 攻击性球员的打法 完整 展现了什么叫做以柔克钢 如果你是那一位 常常被攻击型球员 或者是强攻系球员 打得体无完肤 一直被压制的无法抬头 但那一位球员 你可以试试这一把 真的 可以让你扳回一层 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球牌 努力练习 加油加油 最后谢谢大家 收看我们的频道 如果喜欢的话 请多订阅加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见